爆炸 爆炸 車子爆炸 這裡躺著一個人 他說他叫林志穎 聽到這個名字 登下去跟他求證 他說他是 問他兒子 他兒子也說 他爸是明星林志穎 我有問大家有沒有閃 他們就拿出來給他遮陽 然後這個人是變狀 然後這裡 這裡 爆炸 爆炸 車子爆炸 這裡躺著一個人 看著裡面有人 結果他把門 那個副駕駛座打開 把那個小孩救出來 我就知道說 人還在裡面 我就趕快跑過去 幫忙駕駛座的駕駛 把他拖出來 我身上手都翻學了 我敢肯定他右手 好像那麼多久 他講話很困難 但是他眼睛沒有辦法睜開 他有辦法講話 他沒有說什麼 只是警察有問他 問他的時候 他有回答 哪裡會痛啊 哪裡不舒服啊 有的是 可以聽得很清楚 他說 他說 痛而已 剛看到的時候 是 沒燒起來 後來林志穎 是在一個傘 傘下面 當時是你把他 放在那個傘下面的嗎 我有問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傘 他們就拿出來 給他遮 還好有你耶 你趕快看到 給他救救 沒有啦 大家都做得到 不是 你警察在問他 他說他叫林志穎 我說林志穎 聽到這個名字 我再 等下去跟他求證 他說他是 然後再問他兒子 他兒子也說他是 他爸是明星林志穎 他臉有血 還有眼睛 是好像 熊貓這樣掛我臉 這樣子 好像 就是 眼睛 他雙眼都好像 沒有辦法展開 OK 看起來滿痛苦的 就對了 嗯 了解 仔細看來 真的 就是林志穎 長得很帥 你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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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到 有效應有了嗎 要下來下來下來 你不要動 沒力 你不要動 不用操練 你不動 都不能靠 你怎麼担心 著人 你 著人 你 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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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林志颖本人是还在了解当中 不过后来在跟警方证实 他们就是林志颖父子 都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 至于伤势如何还有后续状况 以及这起车祸的 到底它是发生什么原因都还要调查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 大家换换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耶 最近为什么虽是连连呢 我们先来讲推特 其实在今天大家最关注的是推特 因为推特要花它多少钱 花它四百四十亿美金 这可是一笔大钱 那么之前大家还了公 他可能会卖股票来筹这笔钱 但现在马斯克说我不买了 问题是你不买还要付分手费 好 我先讲一个关键 突然之间他说不买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你推特里面有所谓的假账户 因为你会有一个机器人 一直产生假账号 垃圾机器人 垃圾账号产生的一个机器人 我们也讲到垃圾机器人 好 他说这个不行 因为这样 所以我不想要了 但是问题是这个垃圾机器人 这个产生的账户占比多少 百分之五 就有一个华尔街的分析师 跳出来说 你都可以处理火箭降落的问题 你跟我讲你处理不了账户的问题 他觉得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理由 所以这是一个假借口 我觉得是假借口 为什么我们这样想 他之前说要买推特的时候 他喊出来价格是52到54块 在这个区间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推特跌到多少 不到37块 36.81 所以他当初说要买52块 对 那股价现在来到36块 好 那怎么办 他还不愿意用52块买吗 好 当然不愿意 所以我一定要开始挑毛病了 对 我要开始挑毛病了 我要这样讲 你要假账户 然后看推特会不会说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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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们打个七折 这也许是一种盘算 问题是推特说他要告到底 他说我们今天是亲友依想输的 没错 所以大家想另外一个 真正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其实他当时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想买推特 还是用推特来掩护他实际上想要出货 自己特斯拉股票嘛 我倒觉得他当初可能真的很想买 但现在没钱 没办法嘛 你知道他的德国厂 他的德州厂 包括他的中国工厂都在烧钱 都在烧钱 特别是最近又不能生产 现在很多生产线都已经关闭了 所以又不能生产 又一直在烧钱 他应该蛮缺钱的嘛 对 评细巴细仔也不是小数目 那我套了85亿现金出来 对不对 那违约赔你多少 10亿嘛 好啦 拿去啦 我还有75亿嘛 所以他当初说要买推特 用那个理由 就已经先套现85亿出来了嘛 他先卖了一些特斯拉的股票 用这个理由卖股票 对 那我这个钱是不是就入贷为安了 我至少就可以处理其他的问题 那他现在在赔10亿 口袋还有75亿 还有75亿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 当然这是一个关键 那为什么 他要准备很多的钱来运用 除了刚才娟姐 你提到什么厂什么厂的问题 我觉得破债没烧的是什么 又一直出问题 你说自驾出火 最近在佛州 又出现 车子直接去撞 你看这个撞进整个 这个货柜车后面 整个车头是直接撞进去 没你说是被货柜车给吃掉了 对 直接车头被吃掉 两个人死亡 两个人死亡 那大家也怀疑 这是不是又是自驾事故 好 再来另外一个在重庆也是 这个车子失控直接去撞路边 然后造成撞行人 造成两死四伤 这个是不是也是自驾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 好 那你说 两起 好 但是我跟各位讲 美国政府公布 去年六月到现在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总共有四百件自驾 就是 就是启动自动驾驶 所产生的车祸 好 其中有273件 都是特斯拉 都是特斯拉 好 然后呢 之前还有一个事故更夸张 Model S里面 有一个限速的一个设备 装置 特斯拉既然不知道为什么 就把它拿掉了 结果导致客户失控了 就是画面在一起 对 而且失控撞到人家房子 等于你的车子是越开越快 你没有启动那个限速的机制 这个是不是也让马斯克 现在 讨论莫勒修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或是莫勒修现在官司禅神 所以 马斯克虽许连连 但是我们看另外一边 苹果 库克倒是意气风发 这次他参加了 亿万富豪俱乐部 到底什么是亿万富豪俱乐部呢 据说都是很有钱的 有钱人去参加的 而且经常那些有钱人坐下来 就谈成了很多购病案 对 史上 好多起重大购病案 都是在这个俱乐部谈的 对 那库克去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活动 开了一辆电动车 非常高调 对 我比较有趣的是 怎么不是 贝佐斯 坐Rivian的车 因为他投资的嘛 对不对 结果是库克 那大家想一下 这个绝对是亿万富豪 过去 这个在爱荷华 这个太阳谷的这个聚会 其实过去我们听过 那个华盛顿邮报 贝佐斯买华盛顿邮报 对不对 华盛顿邮报 就在这里谈成了 还有华纳跟探索的合并 也是在这里谈成的 还有迪士尼的合并案 也是在这里谈成的 所以代表这些有钱人来这边 其实都是他新事业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 那么这一次库克特别开Rivian 是不是背后也隐含其他的身影 有那么多可以 你为什么不要 你为什么要Rivian 好 那我们先来讲Rivian的车 它这个R1T跟R1S 到底厉害在哪里 首先当然第一个快充 20分钟可以跑224公里 这个部分其实相当的惊人 还有一个它可以原 那库克这次开的是R1T 对不对 R1T就是皮卡 那R1S是那个SUV 那这两台车都有一个 很共通的功能 叫做原地掉头 听说很厉害 这个听说很厉害 其实这个影片 我研究了半天了 注意看 注意看 有没有 原地掉头 有没有 好神奇 那个四个轮子 我那时候第一个直觉 因为它从空中看的时候 我就第一个直觉 也是它的轮子会变成水平的 你才能360度转 注意看 没有 对不对 你看它在转的时候 你看它的轮胎 并没有变成水平的 对不对 好厉害 这个厉害 在第二季的整个生产量 已经拉上来 叫前一季 预计增率增加了7成 更重要的是 交车的数量 叫前一季增加了3倍 那我们看它预计年产能 达到2.5万辆 所以Rivian 已经开始干嘛 已经开始动起来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股价是蛮惨的 股价是蛮惨的 股价在今年跌掉了4分之3 但是最近 因为Rivian的交车 也就是出货量 开始往上攀升 底部开始有点起来 股价开始反弹了 这几天 这几天开始有主体的味道 我们不知道 苹果跟Rivian 库克跟Rivian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合作 但我们只知道的是 苹果的车子 确实有可能即将要问世了 因为在今年6月份的开发者大会 已经透露出端倪 我先讲一个东西 其实未来的电动车 基本上 你应该会跟你的手机 有高度的结合 如果我们这样讲 那就是iPhone 可是iPhone 要跟什么结合 就是它在开发者大会 秀出来这个叫CarPlay CarPlay 那你整合以后 其实iPhone就是你跟车子沟通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你可以透过这个iPhone 你可以去读取 车子里面很多的一个数据 包括有多少 甚至你要控制你的这个音响设备 什么都可以透过这个手机 来去控制 等于这个CarPlay 这个系统跟你的手机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 而且据说最厉害的是 驾驶者还可以自己来决定 我的萤幕要呈现什么样的模式 对 没错 没错 我的画面要呈现什么样的模式 可以自己DIY 好 自己组合不同的萤幕 那娟姐你讲到这个 对电动车来讲 当然因为iPhone的手机 的持有者很多 所以如果我持有iPhone 我电动车是不是应该 会要跟iPhone的CarPlay 做一个结合 就是要支援 对 支援 支援 那它有公布有支援的名单 当中既然就没有特斯拉 就是没有特斯拉的车子 当然我们可以 我第一个直觉 所以已经说特斯拉车主将来 它的iPhone手机是不支援的 就跟废的一样 所以如果我今天拿iPhone手机 我可能就不倾向开特斯拉 对不对 可能会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没办法整合 那你必须马斯克认为 苹果是要未来的敌人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可能 当然是第一个 大家去想一下 过去曾经 这个马斯克说过一句话 就是去苹果公司的员工 对不对 他没有说他是垃圾 他是说苹果专门收垃圾员工 就是挖角他以前的员工 对 可是我讲一个人名 这个叫Dog Feel 这个人之前被马斯克称为造车奇才 结果后来被挖到特斯拉之后 对 那你说他是垃圾 那所以你到底是 我不知道 反正他们将来在2025年至少在2025年一定终续一战 一定会决战 后面也来谈谈特斯拉 特斯拉是不是从神坛坠落呢 因为一头拉骨立空 包括什么 包括他竟然被踢出了标普500ESG指数 我们等会来告诉你这个指数是什么样的指数 同时呢 他的自驾频频出市 结果现在美国要调查他 甚至还曾经重判他 再加上他的超级工厂虽然复空了 但是驾动率竟然只有45% 中国现在正在实施汽车下乡 好不到他了 因为汽车下乡补贴的是15万人民币以下的车子 他都故意怂怂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时候反而汽车下乡 让中国品牌崛起特斯拉往下走 没错 现在整体最近马斯克可以说流年不利 他收购特卡关 那么包括现在特斯拉大家都在讨论 是不是会跌落神坛 就像刚刚其实斐轩提到的这些因素 都使得 这样包括了这些种族歧视自动驾驶的 被判的重刑 那么另外还有包括特斯拉自己 也都是缺乏低碳的战略的 这种企业的这些准则 这些有关于特斯拉这个自动驾驶 这个部分的争议的这个车祸的车主 现在被判的重刑 要知道其实从2016年开始 全美国当中有34起的自动驾驶的车祸 当中有28起都是特斯拉的车主 那么美国的这个交通安全管理局的部分 展开调查当中包括了 今年刚刚发生的5月13号 12号的这个一个重大的车祸 又死了人 那么现在他们在严肃的调查 但是这一次被判刑的部分是 在2019年当时的一个这个车祸 这个车祸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车主 他们就开了这个autopilot自动驾驶之后 两部车对撞 结果特斯拉的车主他们其实就轻伤 但被撞的这个车子 因为完全没有减速 里面的两个乘客就死亡了 结果现在就被判重刑 那么这个影响所及的话 就是特斯拉的车子 如果开自动驾驶出车祸了 那么就被判重刑 那么这部分其实对于特斯拉的家族 跟特斯拉的自动的驾驶的技术 都被抹黑貼上了这个很负面的标签 从此声名狼藉 当然现在流年不利的还包括 刚刚斐娟提到的这个中国因素 中国因素首先是因为 包括上海疫情的部分 虽然都是要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恢复了这个生产 但是他整个产能的利用率 也就是他生产的这个利用率的部分 只有恢复到45% 跟中国大陆的像上期的车厂 50%相比还比较差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最重要的 就是有关于中国大陆这个电动汽车 下乡的补助 结果特斯拉太贵了 所以没有 那么肥到了谁呢 肥到了比亚迪 特斯拉又召回他的车子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35时就在召回 特斯拉又再发了 2万7千辆汽车召回令 据说 我看到的新闻是说 特斯拉为什么这次召回呢 跟他的车子会发生 杨妹妹的声音有关 怎么会因为车子发生杨妹妹的声音 而把车子召回呢 就应该这么讲 电动车是很安静對不對 因为他没有引擎 他很安静 那很安静的话你在开的时候 你要提醒行人说 比如说我车子来了 我要提醒你 提醒你他在车子外面 他就做一个扬声系统 那扬声系统本来是要警告行人的 但是呢 但是现在特斯拉很多车主 把它搞成娱乐效果 怎么样娱乐效果 就是让他可以设定 对 他是可以就是 他本来就是 依照规定弄那个警示系统 比如说按喇叭声 一般都是嗶嗶 啪啪 对 没错 但是他就是自作聪明 感成什么 感成放屁声 不管是什么 杨妹妹的声音 或者是什么 那是人家马斯克有创意 对 但是呢 但是他那个 他那个扬声系统 还可以比如说 里面的车主 直接打开那些 有跟外面的行人对话 比如说 兄弟你也走得很快 也就是 不错啊 我觉得不错 不错 你车开过了 你跟我说 兄弟你也走得很快 对啊 但是一般 我们觉得说那是OK的 但是呢 但是我那个系统 本来是要警告行人 现在变成有些行人 驚吓到了嘛 怎么忽然有 有杨妹妹过来 或是说 兄弟你走得很快 对 就是会变成警吓到行人 所以这个 那个管理当局说 不行 你要改 第二个就是那个出物系统 其实我们现在天气变 它是因为这个 还有出物系统的问题 对 还有出物系统 出物系统基本上就是 现在我们天气比较冷 那北半球都在下雪 那下雪 其实那个视线 本来就比较不好了 那现在的问题 就是那个压缩器 那个热棒的阀门 它会意外的 有时候叫不说 没有控制就把它打开 打开怎么样 打开就会让你车子里面 那个储物跟储窗系统 减慢 那你外面已经在下雪了 就视线不好的 里面 打风不离上 又成雾的话 那开起来不是更危险 所以这个部分要召回 再来是什么 再来就是它那个自驾系统 自驾又出包了 又出包了 其实娟姐她那自驾系统 这已经不是新闻 这是旧闻了 对 娟姐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娟姐 你会开车对不对 你开车是两个眼睛张开开车 你能不能试试看 我一个眼睛闭起来开车 没有 但我有过两个眼睛闭起来 没有 一样看得到 你一个眼睛开的话 一样看得到 但是你没有办法对焦 有时候不小心度估是有过 他那个就是 他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对焦 那没办法对焦怎么样 就是你车子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对焦 因为他一边在计算 你没办法对焦 他就撞上去了 他就有这个问题 但有这个问题 之前马斯克是不是说 我那个以后的自驾系统 我要改 他要加入光达对不对 因为光达才可以对焦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部分 所以后面基本上可能 所以他最近又有召回事件 又有召回事件 不过我觉得美国人很奇怪 他们就是很爱特斯拉 就是很爱马斯克 马斯克对美国人而言 可能是一个天才代表 所以特斯拉不管出包多少次 老美就是爱买特斯拉 甚至于拜登对特斯拉大消炎 他们竟然还去连署 连署之后 还去花钱买广告 登在时代广场上 对 没错 就是因为拜登去拜访 通用的时候就说通用 通用是特斯拉 美国的电动车领导厂商 就给他拍拍手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是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是全球车厂 市值第一名 所以拜登是老人 所以他只认识通用 特斯拉现在是市值全球车市 就车厂就是第一名 第一名的话 我们现在看这个 上面写什么 就是SATA對不對 因为拜登好像不太认识特斯拉 不太认识特斯拉的话 但我教你怎么念特斯拉 比如像这个就是SATA 然后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字叫做T 第二个字叫什么 第二个字叫做A 中间是ES 我教你怎么念 这是什么 调侃拜登 而且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其实特斯拉 它现在还有秘密武器 比如说像特斯拉 去年在中国是卖得很好 对不对 其实去年在中国 它总共收入是130亿美元 然后有四分级的市站 都是特斯拉的 特斯拉的 如果说这个市场 对我这么重要的话 而且中国现在是全世界 最大的这个市场的话 那我是不是知道 做一些车子迎合什么 迎合中国风 那迎合中国风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 就是他在北京要设立一个 研究中心 然后他还要找什么 他还要找中国的设计师 来设计 属于有点中国风的那个车子 我不知道中国风的车子 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车子 叫做中国风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像中国 中国现在最新的 有一个叫凌云科技 凌云车厂做的什么 做的两轮的车子 这个叫中国风 中国算中国现在风 你看他那个 旁边那个 那个车门 那个是欧义的 他像不倒翁 对 像不倒翁 而且他是两门的 就是两门的 而且他是两个轮子 两个轮子 他的车宽 车宽基本上就 现在一般车子的一半而已 所以方便你好停车 而且像这个车子 像杉莉你刚刚讲不倒翁 对不对 他都不会倒 因为他里面有个陀螺仪 就是不管你怎么弄 他都不会倒 而且他是可以换电池的 续航力基本上 也有200公里 对于车 对于在车 我以为中国风是要把它设计 像花轿一样 是啊 其实这个也算中国风 我不会电池才是最厉害的 对 那第二个就是电池的部分 4680的电池 他跟Panasonic合作的 其实就这个电池 其实他用干式的电池 干式的电极 然后用卷繞式的做法 其实像这个 跟现在的那个电池比较起来 当然他的什么 他的那个体积会比较大 然后但是体积比较大 不是重点的 重点是他的能量密度 是多5倍 成本也可以下降10%到20% 居航力从650公里 可以到750公里 但现在有问题 居然你可能会问说 电池 电池不是放在那个 车子电动车下面的 一个电池盒 对不对 如果体积变大的话 体积变大的话 他电池密度 电池体积比较大的话 那怎么做下去 其实这个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电池很大吗 这个电池跟我们现在的电池 也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现在的电动车 基本上怎么样 就是我车架做好了 做到好了 我下面做个底盘 底盘然后放电池下去 现在车子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电池 他未来做法 他是要跟车子 在车厂 车子在铸造的时候 就跟车架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什么 他本身电池不是放上去 不是放上去 他要跟车架做在一起 他要一体成型 直接把电池做在车架里面 也就是说 之前我是要做个底盘 放电池 现在不是 现在是 我车子做好了 铸造好了 那个底盘就是电池了 甚至整台车都是电池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老美爱马斯克了 因为马斯克永远会有 跟我们不同天马行空的想法 而且还可以把这个想法给露出 对 那这个想法就是 由飞机的那个记忆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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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